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早安 今天早上7點就起床準備一天的開始 天空的雲層有點厚 原本還擔心今天的天氣不太好 雲層漸漸散了 透出溫暖的陽光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要去位於倫敦商業中心的 聖保羅大教堂 於1675年動工 一直到1710年才完成 結合古典與巴洛克兩種風格 擁有110公尺高的巨大園頂 是倫敦最具代表性的教堂 也是英國人很重要的信仰中心 早上就有不少遊客來參觀 走進教堂內部感受到莊嚴寧靜的氣氛 可惜教堂內部竟只拍照攝影 只能自己來參觀才能細細品味了 結束聖保羅大教堂的行程後 我們往南走有千禧橋和泰特現代美術館 往東走有布羅斯及倫敦塔橋倫敦塔等景點 今天要去的景點都在附近耶 走路就能到真的很方便 千禧步道橋 是英國為了迎接2000千禧年 而在1998年動工建造的 外觀是座現代感十足的鋼橫玄鎖橋 橫躍在太悟寺河之上 連接聖保羅大教堂與泰特現代美術館 於2000年6月10號正式開放 只供行人行咒 開放才兩天 因千禧橋設計不良 無法承擔過多的人潮導致搖晃 直到2002年 檢查修復後才重新開放 沒想到千禧橋還有這段黑歷史啊 從這看出去的景色好美喔 我們走到千禧橋的另外一頭了 這裡過去城市著名的娛樂區 現在還有泰德現代美術館 沙斯比亞環球劇院及設計博物館進去 還有很多餐廳與酒館 成為造訪倫敦不容錯過的一區 走往波羅斯吉的路上 突然眼睛一陣刺痛 好像有人拿針扎你眼睛的感覺 超痛的 如果我想的沒錯的話 又被花粉攻擊了 波羅斯吉 是倫敦最古老的市場 已有300多年的歷史 是在地人和觀光客都愛來的倫敦必逛市吉 周日市吉不營業要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生蠔超級新鮮又好吃 好好吃的海鮮捲餅 裡頭有蝦仁魚肉和生菜 現在淋上一點點美乃滋 超美味的 薩瑟克座堂 是英國第一座哥德士教堂 經路號 是英國海盜船的複製品 是英國海盜船的複製品 是英國海盜船的製製品 塔寺橋樓屬上灘選索橋設提防室 建於1886年 於1894年6月30日對公眾開放 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實證 倫敦塔橋以灰色為主體 塔橋原本漆成可可色 1977年才改成紅白藍香街 今天要再登記 使用2for1買衣胸衣參觀塔橋真的超划算的 我們有登上塔橋展示館 展示塔橋的設計與歷史 從這裡還可以眺望泰晤士河的風景 最特別的是這裡有透明玻璃 從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小小的遊客和車子 感受到鄰駕高空帶來的刺激感 真的是蠻特別的 市政廳 位於泰晤士河畔的現代球形建築 是一座中世紀城堡 有高高的城牆和圍繞在外的護城河 在1988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我們來到倫敦塔橋的另外一頭 欣賞眼前偉大的建築 吃著剛才在波羅斯級買的草莓 吹著微微涼風 休息片刻後 我們沿著倫敦塔周圍走走逛逛 倫敦大火紀念碑 是為了紀念發生在西元1666年 倫敦的一場大火災而見的 那一場大火將大半個倫敦市中心都燒毀了 結果我們繞了一圈 結果我們繞了一圈 又回到聖保羅大教堂了 從這裡看過去 現代建築搭配聖保羅大教堂 完全沒有違和感業 走著走著又回到千禧步道橋 傍晚時奔的泰晤士河 搭配著夕陽閃爍著光芒 即使是同個地點 跟白天的景色很不一樣 進去泰特現代美術館參觀一下 隨後就在附近吃了晚餐 但吃起來普普通通的 吃飽喝足後我們就往倫敦塔橋的方向前進 今天都待在倫敦塔橋附近逛逛 悠閒的逛了附近好多個景點 喜歡漫步欣賞這座歷史悠久的大城市 省下河在一次 開進行公園 都可以去月份 敛建客人 走著 那邊開當老闆 我今天是晚上的 就大家還是也是 伦敦塔桥夜景 来到伦敦一定要看看伦敦塔桥的夜景才行 在附近逛了逛终于等到天黑了 塔桥点起了灯光 好美好美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